美国前总统川普风光获得共和党提名 角逐总统大卫 枪击案后共和党士气大震 仿佛大选结果提前出炉 但路透社与易普索 7月15到16号的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在登记选民当中 以43%的支持率 为辅领先拜登的41% 差距仍在误差范围内 而且有高达80%受访者赞同美国正在失控 虽然民调显示 枪击案并未让川普阵营占到太多便宜 但随着拜登选情持续低迷 川普重返白宫的几率似乎正逐渐上升 他的一言一行也开始对各界造成影响 川普6月下旬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时 点名台湾抢走晶片生意 并扬言要台湾交保护费 美东时间16号 台积电ADR盘后应声下挫1.3个百分点 17号台股也应声大跌227点 其中台积电更下跌25元 约2.37个百分点作收 而在同一份专访中 川普更声称如果他再次当选 可能让联准会主席鲍尔坐好坐满 但川普也表示他反对联准会在11月总统大选前降席 以免助长拜登声势 还透露自己准备开征中国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百的关税 对其他所有国家关税也要全面开征百分之十 不少分析师早有警告川普的美国优先方针 可能再次引起全球通膨 国内也有学者警告 若川普发动关税战 再配合推动生产回到美国 将破坏全球供应链 可能引起通膨恶化 让美国经济硬着陆 美中两败俱伤下 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川普可能不会真的把关税调到这么高 但他恐怕仍会调升关税 为了因应川普可能回国 造成的政治与经济风暴 如今各界都在紧盯川普的一举一动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